說實話那一次差一點去跟他拿離婚證 那當下我就 臉就很臭 蛤 我就覺得你都沒在聽我講話 等一下卡了之後 不用 不用卡 等一下你再說一遍人家不會嫌你煩 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來 你當時是怎麼吼的 不知所措的那種情況 可以去那個派出所問警察 你在教我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教 教我下次遇到這種情況 直接去報警 是不是 大家報 嗨我是肖肖 來哈 你不是說今天 來 來重來 嗨我是肖肖 嗨我是肖先生 是要睡著的肖先生 今天肖先生在家被我抓過來跟我一起錄一期影片 知不知道今天要跟你聊什麼話題 不知了 緊不緊張 緊張就說緊張不用那麼尷尬的笑 我在想我最近有沒有做什麼壞事 你想一下有沒有做壞事 沒有 沒有就坦道道嘛 好之前我的那個影片下面的留言區啊 有人在問我說我們家特別和諧特別溫馨 不是假象 但是他有問我我們倆有沒有吵過架 我就在想反正你在家嗎 我正好聊一個這個話題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倆有沒有吵過架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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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最深的那一次 我們倆看看有沒有默契 幹嘛 我又不會吃了你 第一次吧 第一次 對 中正紀念堂那一次 對 還是蠻有默契的 中正紀念堂那一次 說實話 那一次差一點去跟他拿離婚證 覺得這個男人不能跟他在一起過日子 要瘋掉 來 那一次是我第二次來台灣 第一次是帶姐姐過來 第二次的時候我跟他過來是拿結婚證 家裡面就我們兩個人 他說我在家很無聊 說我們明天我帶你去中正紀念堂 說讓我早點起來 我們當時我們家裡面當時還沒有車 我們坐的是捷運 出了捷運站 那天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之前都沒有帶我正式的出去玩過 那一次下了捷運過後 我看到中正紀念堂外面的國家劇院 現在我知道那個是國家劇院 我黃色的琉璃瓦 那種很雄偉的一個建築 在我印象當中 台灣應該是沒有這樣的建築的 只有在北京故宮那些地方才會有 當時一下車的時候我超驚訝的 我說哇台灣竟然有那麼美的地方 那麼雄偉的建築 我說一定要拍 我要發給我媽媽和爸爸 就一直在拍 沉浸在那個狀態當中 蕭先生從那一刻開始就已經要發作了 當時為什麼要發作 因為那天去那個中正紀念堂 主要要帶你去看的是 那邊憲兵交接的表演 對憲兵交接表演 整點它會有一題換班的時候 會有一個交接的表演 Sorry 停一下 那你之前有沒有 你去看之前 你有沒有跟我講過說 不是隨時都可以看到 前面沒有先跟你講 但我當下後來我看的時間 我心裡想說 我說那個寶貝我們先別拍 我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你回來 看完表演 回程 或者是有大多大的時間 你想什麼拍都可以 我們先去看 那我就講說時間快到了 我就說叫你先別拍 我們先走 你當下你就是沉浸在想拍攝這些東西的那個心情裡面 所以你就沒有領會到我的意思 你就還是繼續拍 那當下我就臉就很臭 我就覺得你都沒在聽我講話 你那個時候就是像要炸彈要爆炸前的那種感覺 已經到幾點了 剛剛大家有沒有聽到重點 就是憲兵表演的時間段 它是有時間的 蕭先生說之前他沒有跟我講 說實話 我當時是什麼都不知道 就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 你帶我來玩 我就想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這樣的一個環境 你具體要帶我看什麼 既然出來玩了 你幹嘛要急呢 什麼時候去哪個地方 反正隨遇而安 只要開心就行了 我當時是這個狀態 但是他就很急著去 想把我帶到那邊去看憲兵表演 他覺得時間要過了 但是他之前前提是沒有跟我講 憲兵是有點的 那個點錯過了 又要等很長的時間才會去有這個表演 那個時候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生氣的時候我是莫名其妙 我又覺得我拍個照片 你幹嘛給我擺臭臉 這日子還有沒有辦法再繼續往下過了 這一點點小事情至於嗎 我當時就是這個想法 氣到不行 我自己也氣到爆炸 因為你們一直都說我講話快 就知道我性格是比較急的 因為我性格比較強 而且還比較 然後你氣下來你就不理我 你就自己一直往前咚咚咚咚跑 然後我就在後面跟著你 我們想講一下 問一下屏幕前面所有的朋友 女生朋友 啊生氣了還會再去理你 有這樣的嗎 再加上我這個性格又是比較爆炸的性格 我說實話那時候沒摟你就算是很好了 當下的那個情境正常的人我會覺得說 是男生先生氣了 那你那個就感覺就是說 喔你生氣讓我比你更生氣 對不對 我不知道台灣女生可能溫柔一點 但是也沒有什麼溫不溫柔 但是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覺得喔你生氣喔莫名其妙 帶我出來玩擺臭臉 你生氣我要比你更生氣 幹嘛理你 這樣就不對啊 當你發現我生氣的時候 你應該是先來了解一下說 你為什麼不高興 你為什麼生氣 聽我講完之後 分析完之後 你發現欸 喔是真的是你不對的話 對不對 那看你要跟我道歉 還是說那你 你來跟我撒個嬌事情 我就不會再氣了 我們就趕快照我們的行程計畫去 進行就好了 但是如果說 你問了我講完之後 你發現說 嗯 不是你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再來生氣 還比較有道理 而不是說 你看我生氣 你就喔 那我也來生氣 對不對 我就比你更生氣 這樣子你就贏 我覺得這樣子不對 我跟你講你分析的這個 已經比較提早說了 應該往後再說一下 因為我們 最爆的那個點還沒到 你總結的時候 應該是最爆的點以後面 先把這件事情敘述完 你等一下卡了之後 然後不用 不用卡 等一下你再說一遍 人家不會嫌你煩 來再繼續 好 我被他氣了 我不拍了不行嗎 你不是在擺臭臉嗎 好 我姐不拍了 不就是不讓拍嗎 那我不拍 好我就走 使勁地走 宗正紀念堂在哪裡 那個儀式在哪裡 我一概都不知道 反正就跟著人潮走 我走在前面 其實我心裡面就在想 我已經在走了 你怎麼還不追上來 你在後面幹嘛 你不是急嗎 你拖拖拉拉在幹嘛 其實我一直在余光掃我的邊上 就是爭那口氣 我就不要掉頭 他就在我後面 一直像這樣跟著 他就不到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他就故意在我後面 後來他跟我講 心裡面的想法就是 我一直跟著你 你都不會回頭看看 你老公有沒有跟上來 他也在跟我做小心思 所以當時我們倆 這個點就一直抱到了 儀式結束 都在那邊看 看完儀式以後 他有過來 確實是過來 有沒有拍到 來跟我講話 但是我性格真的是比較 媽媽這時候很生氣的時候 不能笑 我還有拉你的手 對 你還把手抽開 我還買水給你喝 對 有有有 你還是一樣繼續生氣 那我又覺得說 我都已經放低姿態了 對不對 我承認 那個時候我還是 哼 買水給我喝就完了 都不想你 還是很生氣的狀態 他就跟我講說 我帶你去南機場 是叫南機場嗎 那個地方 南機場跟新年公園 對 新年公園 他說那個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 看完那個儀式表演以後 時間還很長 就不要回家 先去那邊轉一下 到南機場夜市 沒有到那個 那條路叫什麼路 我不知道 就南機場夜市外面的 中華路 中華路 我憋不住了 因為我這個性格 實在憋不住話 我就跟他講說 生氣了你就哄我一下 你這樣擺臭臉幹嘛 本來出來帶我玩 就是好好玩 為什麼拍兩張照片 你就那個樣子 我就像這樣去敘述 我心裡面不舒服的地方 我本意是 我心裡不舒服的地方 都說出來了 他應該來安慰我 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來 你當時是怎麼吼的 就不用再表演 就不用再 不用表演 但是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 蕭先生當時是 我跟他兩個人是站在馬路邊上 大概是中午的時間 路上真的沒什麼人 就站在路邊上 我正在講的時候 他突然回頭過來 然後盯著我的眼睛 你當我是舔狗嗎 什麼事情都要隨著你的意 我還要怎樣 我已經照顧你的心情了 你都不理我 你還要我怎樣 後面想說 你這樣會嚇到你的粉絲 好吧好吧 不好意思 只是太投入了 就大聲的對我吼 大概吼了有 兩三分鐘應該是有 沒有到兩三分鐘 有啦 一分鐘而已啦 那幾句話是能夠吼多久 好吧 那就算你一分鐘 我誇張了 那段時間 說實話 我這樣的性格 沒有爆 我完全被他吼蒙掉了 我整個人是 我眼睛能看到的 就是他張大的嘴巴 和他的牙齒 你現在回想起來 又哭了 對 就很難受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激動而已 就能看到他那個 張大的嘴巴和他的牙齒 其他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腦子裡面記得的 就是他跟我吼了 他說他是舔狗 他不願意來吼我 我腦子裡面就在想 這才跟他相處多長時間 就為這點事情 他站在馬路邊跟我吼 我在家的時候 我就做錯事了 我爸我媽都沒這樣對待過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人吼過我 那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 下面日子怎麼過 全部都是灰暗的 就覺得自己好像是被騙了 怎麼會之前那種溫柔的形象 又怎樣的體貼的形象 全部都是假象 以後的日子是沒法過了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腦子裡想過的就是逃 我要逃離這邊 但是那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是哪裡 是台灣 如果是在中國大陸的話 沒關係 我隨便到哪裡找個車站 然後買個票 我能找到家 在這邊 我怎麼回我當時住的淡水 我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所措的那種情況 可以去派出所問警察 你在教我 是不是 教我下次遇到這種情況 直接去報警 是不是 家暴 這不算家暴 只是吵架而已 這我又沒 跟你講那是精神家暴好不好 我又沒動手打你 我聽完他吼完以後 我真的一個字一個字 全部都聽完了以後 不知所措的情況下 掉頭就跑 跑的速度飛快 我自己覺得是飛快 真的很好笑 但是我要跑到哪裡去 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跑到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好神奇 那個是什麼地方 好像是猛甲 那種感覺的那種樓 對就有點像電影那個 猛甲裡面的那種 拍電影的場景 對我當時 我一邊跑的時候 其實我還抽個空看了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怎麼 這麼特別 那個 地方確實蠻特別的一個建築 對我下次還要再去玩一次 我不要跑的 我要用走的 然後他就追上來了 追上來以後 一把把我抓住 抓住說 你想幹嘛 我老婆發瘋了 我要先安撫她 她出意外 我就把手機掏出來 掏出來我就在那邊買機票 當時我唯一的練想就是 我要回家 我不要再跟這個男人過了 這個以後 如果真的再 就這樣過下去 以後我的受罪的日子 真的是 用手指頭 腳指頭都數不過來 說不準真的會被家暴 我要逃離她 後來我就拿出來 在那邊點 但是你知道我當時點的時候 其實是 真實的心態是什麼嗎 我從來沒跟你講過 這是什麼 是瞎你 你這個把戲一次兩次 以後我就知道了 哪一天就像那個放養的小孩一樣 沒有 我是蔡依林的七十二變 我不會就這一個把戲 還有很多把戲 我當時是真的是把拿出來 但是我心裡面是在想 我都要買機票了 你肯定會跟我服軟 我一定要讓你服軟 這一次不把你服軟了 我絕對不放過你 我當然就是這種想法 果不其然她上當了 她過來拉我手機 我們好好聊聊 幹什麼一下子就回家 剛才結婚沒多久就回家 又沒有什麼事情 態度就緩和下來了 就開始了消失的理論一套 再跟我再講 你當時跟我又講了 之前之前你剛才提早說的那一段 是不是 要怎麼樣 我先生氣了 然後你要怎麼怎麼樣 那當時的我絕對是 沒有聽到心裡面去 因為我都生氣 你跟我再講道理嗎 女生生氣以後 不就是應該第一時間去哄嗎 你還跟我講道理 那越講肯定會越大 你回想一下過了這麼久 我只想聽你 你有沒有覺得當下那件事情 其實是你的錯 沒有 再給你一次機會 當時我們還是繼續在玩 去青年公園衛松鼠 對去青年公園衛松鼠 還去了夜市 不能說很愉快的把下面玩完了 只是說各懷鬼胎的 把繼續行程走完 哪有各懷鬼胎 不是嗎 那我當時心裡面就是不開心的啊 但是我為了走行程 讓這套旅行有意義 所以說我強忍著內心的不開心 敷衍你 陪著你走完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很大多的女人 哈哈哈哈 沒有 受不了 本來就是 你知道跟你結婚兩年了這樣相處下來 如果說還發生那天那樣的事情 你猜結果會怎麼樣 要看我們兩個人的改變到什麼程度 因為有時候是個性的問題 你這麼不自信喔 我很自信 我跟你講不會再出現那種處理的情況 矛盾有可能發生 但是不會處理這種情況 因為 我有聽進去你跟我講的話 雖然當下我沒有聽進去 但是後來慢慢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有跟我講的一些建議 或者說一些問題出現的一些溝通的一些事情 我都有聽進去 一起在一起搭伙過日子的時候 不是說我要強過誰 我要壓過誰 真的是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的時候 各執己見的時候 都不退步的時候 那日子是真的沒法過了 但是我們倆好在一個情況是什麼 我跟你在表述 這個東西我很在乎 這件事情我很在乎 你會放在心裡面 就是說為了對方去改變 那我有在為你改變 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感受到 那我也感受到你對我的改變 所以我們倆給別人感覺 我們家是很和諧的很溫馨的 對不對 那你再說一下嘛 去到我這個老婆 很爆炸的像鞭炮一樣的老婆 有沒有覺得壓力很大 沒有啦 夫妻生活本來就是 有時候吵吵鬧鬧 有時候開開心心 這樣子才有回憶點 對 太過平凡的 有時候人生沒有什麼刺激跟樂趣 對 就會有時候人性就會胡思亂想 對 所以 繼續我們幸福開心的小日子吧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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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